不管是空手朵刀 不管是犬 是一样的 一犬到这儿打过来 首先避开这个犬锋 打过来 然后呢 边捋踩 如果是打快 啪 那是左 打快 啪 这个时候没起来 这个时候用肩膀代替一张手 就打对方关心 这个地方这样用的 左手打过来是一样的 啪 一样的 边踩呢 这就边踩 如果是变高率呢 啪 这边高率 这样用的 抬腿呢 一旋打过来 抬腿 寓意是 车蹬对方膝盖 要蹬的 或者正面来蹬当 踢腿的含义都是蹬 踢腿的含义还有个什么呢 打过来 好 进步 进步用肩铐 用肩铐打过 在这个时候呢 脸呢 这个地方 这居然呢 抬腿就啪 在这个意思 在这个意思 然后呢 往上 上步以后 抬腿上步以后 这个掌撩 撩 撩对方面部的 你进我肩 啪 撩这个地方 你那个手一挡 那个手 一挡 挡过去了 挡过以后呢 啪 练的时候是这样上的 用的时候 打对方也呼呼呼呼 振脚的时候 振脚的时候 什么含义呢 振脚的时候 在打仗的时候 要摔 比方说要摔 摔 双背链是摔法 双背链 抓住 那个腿上前 那个腿上前 上前 你摔我 啪 这个手 这个手 别动 这样摔到眼前